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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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过农堂 藤满菌花香 乘上的单车 斑驳的转强 我追随阳光 却背对天头 孤独像挂手 没心中 悄悄而遇 最恶意的真相 风吹呀吹呀吹起淡薄的一生 爱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 不见心过无妨 你就是我 暗夜里的太阳 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 迷失的我留在县城 牵着我的手 牵着你的手 带我走趁着无常被灯桥 随悲伤 再随你流而笑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是在 教室水过头 笑说这梦太荒唐 下落 我带我擬不去 小牵着你流而上 醉悲伤 再随你流而上 灭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是在 潇水过头 为何因为 一只鸟 如果能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恐怕就不是这样了吧 这个饭菜我拿回去了 多谢留意可难 那你也多保重吧 等等 这钱是给你治病的 不用还 这里不光是你的钱 还有你妈背着你 来医院找我的时候给的 我妈她去看过你啊 来是来过 但我知道这些钱 是她拿来让我和你划清界限的 我欠你们已经够多了 我不能再欠你们什么 你不用这样的 拿着吧 不拿我会很过意不去的 我就当替我妈收着了 以后我会记住你 学什么专业 多大了 做什么工作 如果有什么事 愿意的话 还可以告诉我 把你都保热了 嗯 妈 没吃饭吗 我在外面带着点吃的 等完吃吧 你还知道回来呀 怎么不把我饿死拉倒啊 我最近啊 赚了点小怪怪 所以也赶紧交给你 当做我的伙食备了 给 三条 喂 那个是什么 怎么了 什么 你现在翅膀长硬了 不把我放在眼里是不是 你恨不得我死了 当他团圆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这木雕外面流速 你当我不认识吗 你骂我 还没老糊涂呢 他生病动手术 自然要看一看了 你要不乐意的话 不去就是 你发什么火啊你 这个钱也是 他让你还给我的吧 这个菜也是从他家里拿来的了 那个女人做的 从他那里拿来的东西 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了 这个菜这个钱还有你 都滚 偷偷给我滚出去 滚滚滚滚滚 当时你给人家的钱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就不给 这种我就撒什么火啊 我撒你个头 我拿这个钱 让你这个小孽种 跟他撇清关系 现在你倒好 想尽办法却和他搞好关系 你就那么迫不及待 要当他孽种你去啊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你要不乐意的话 我不去就是了 我叫你滚你听到没有 你耳朵聋了 你非要我揪着你耳朵 把你踢出去是吧 我不理你你就算了 你怎么还像神经病似的呀 我神经病好多年了 你现在才知道啊 我就是不喜欢 这个家清静 我非要吵 我都这么不可理喻的 你怎么还不知道滚啊 滚掉滚 我也不想在这个家带了 不要了今天 凯莉告诉你我 我在工作的 不年不早 来 好好好 好 你从今天来看着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你这个什么 给我批为一斤 不要给我 我这种野蛮人 不值得你去讨好的 算您说的 明天 你想见我还见不到了呢 去哪儿 你 啊 Mask 你 我们这种年纪啊 真的是经不起折腾了 刚才啊 你看 都报表了 一下子窜到110去了 这外面嘛 哒哒哒哒 对面嘛 也哒哒哒哒 炒得我肝儿就疼了 妈 我给你 你先吃点护肝片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还是儿子懂事 舒服点呗 好多了 你这个护肝片呀 不愧是托同学 从澳洲带来的 效果特别好 其实我给你吃的是 维生素片 跟你开玩笑 护肝片 我就是说吧 这样的地方 真的待不下去了 整天外面嘛 吵吵吵 要慢慢有噪音 别都别出病来了 还不如快点搬走嘞 外面这么吵 你电视看得进去啊 已经够吵子了 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外面已经不响了 就替你再扔上 妈 你就再忍忍吧 反正早晚都是班 对啊 早晚都要搬走的 我们跟这里 都不是一路人 对吧 妈 明天就开学了 我上楼准备一些资料去啊 嗯 你去吧 嗯 我上楼子 来 好 我不要 有地方等吗 advict 洄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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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才不要去送人旁呢 夸张 我看你就是冲着逃课去的吧 我长得这么可爱 我怎么可能会逃课呢 一样 你在哪儿 你什么时候才能来啊 我在路上了 马上到了 你有看到齐鸣吗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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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有一个营养学 总课时是五节 主要研究 机体代谢和食物营养素的关系 有助于减肥 我们就选这个课吧 重点是这个老师长得特别帅 我们就选这个课好不好 好 我想报了一个阿拉伯课 你还能不能睡觉 你赶紧来啊 金鸣 你恢复得不错啊 当然了 我现在的体力跟这群人抢课 完全没有压力 你准备选什么课啊 我都行 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我想选那个阿拉伯语 虽然我是学文科的 但是高等数学我也想试一下 同学们的热情 还是一如既往的高涨 希望重视学分的同时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 那等一下呢 大家分批进入到这个计算机教室 登陆自己的账户选课 请注意这个选课的规则 那最后呢 祝大家在新的学年里 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来吧 进教室吧 来来来 来来来 慢一点啊 注意啊 注意 注意安全啊 大家 想用什么地方 后面还有远克的人啊 大家抓紧时间啊 你交了工时运了 能提起来 委屈我先来 走开 走开 你往那边这 我先来 刚后面有那么多座位 你都不抢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 你走开 走开 好 你霹雳惊人 让给你 谢谢 我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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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这个电脑是坏的 怪不得让给我 可不活蛋 老师 手批选课的同学们 都已经选好了吧 选好了 那请大家尽快离场 后面的同学也要进来 要选课了 来吧 来吧 把椅子放好啊 走了以后 回去把这个课程表 都看一下 复习一下 这位同学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还是不是 这边 不能 随意 到头去 把心里走 他不在意 反正 不然 这边 是 好 愣什么呢 赶紧啊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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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丽阳 想死啊 你这大包小包的准备旅行去啊 哎 你看我 如此壮瘦的保镖 家活地图家活百科 旅行巨大的必备 戴上我 你怎么花这么多啊 想就把你打包扔出去 怎么这么大脾气啊 我知道了 你不是旅行 是被你妈妈扫地出门了吧 什么叫扫地出门 我是自己搬出来的 不行吗 有意思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摊上这么一个 全世界不可理喻的妈 算是我走运 你跟你妈这么好的人 还能吵起来 还能吵到 离家出走的程度 全世界的人 都觉得她很难相处 就你一个人觉得 她是一个好人 行行行 可是你接下来住哪儿啊 学校啊 一早我去学校申请了 跟苏文阿姨磨叠半天呢 等消息呢 那这大晚上的 你 你 要不我展开 我的小机制帮帮你啊 那倒是不用 不如你替我去 那个好人家里 拿点东西呗 好 来 阿姨 来 让我来 我来 这边窗我来干就行 我的天 你 你小子怎么又来了 这不刚过完年吗 我接了一件水果 来看看你 这小子 来来来 放在那儿啊 放在那里 有什么事啊 你赶紧说 我可没有菜留你吃完饭 阿姨 真没事 就是 带了一些云南的新鲜水果 来看见您 阿姨 这水果 可是易瑶买的 上次我们老板 进了一批进口的水果 易瑶说要买一些 我一定要拿回家 给妈妈尝尝 阿姨 我给你削一个啊 不要 阿姨 你不着急啊 我下给您吃 不就是充电器吗 还凭我给你回来拿 一个不就完了 阿姨 阿姨 我 我帘屋掉床底下 不然找帘屋呢 咦 这掉哪儿去了 这 我找 我找找看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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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那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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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来 来 好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易瑶 哎 出烟器我给你拿了 回头记得请我吃饭啊 別提了 剛才學校裡來電話了 好 好 什么视线 怎么说 有来 怎么回事 您好 对 看来孙熙和医药发展得不错 怎么了 基鸣 我们两个比试一次吧 要是你说了的话 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好 那你说话送话 不许抵赖 要是你说了的话 就要答应我的要求 好 等着找个网吧熬到两点钟 然后呢再找学校那家招待所 开四个小时的住店房 这么算起来的话 我好像也能诱补一阵子呢 不行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去住那个招待所 你就不知道里面住什么人啊 住什么人有什么关系 总比睡晚落到墙吧 八个人一个房间 四个人喝醉酒 三个人抱团睡 还有一个再抠脚 垃圾遍地友 老鼠蹲地走 蟑螂满天飞 吓到我当时就跑回了网吧 我一个大的男人都带不下去 你 你去那儿干什么 极限挑战啊 你要是不说像人 真是可惜你这块料了 我一点都没夸张 你二人待一晚上 我奉你为女侠 那能怎么办呀 不管怎么样 也别睡马路要强吧 真去啊 不然呢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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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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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锁我门的啊 好 我倒是有个地方 可以去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了 不愿意 你都不知道 你就说你不愿意 去这儿呗 去这儿呗 难得这儿还有第二个 您睡人的地方 这不太好吗 这要是被凯云发现了 我们俩都在于瓷碎了 跟你说话呢 上次你们俩也不是都睡这儿了吗 她是老板 我是什么呀 算了 算了 这是我妈算了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这 你 你听我说 不要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怎么变得那么婆婆妈妈 扭扭捏捏呢 你就派你新链上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 大不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早上 你不要说话了 你走 我不走 我就住这儿了 行 好 好了 拜拜 晚安 我会铺好床单的 谢谢你了 拜拜 赶紧回家送这儿去 你怎么回来了 这天儿多冷啊 我又给你送床单 让开 我把床单送给你 你出不出去 还给你放这儿 我放这儿 我放这儿 你拿一支床单 你基本上就守在这儿了 大家要看门狗 好吧 万一晚上发生了一晚 以后有个照应 放心 我才绝对安全 避险就是你 有什么照应呢 你 你说那个角落 离我有巴掌远 怎么鬼也滚不到一起去 古森西 我说你能不能开拓一下 新的发展对象 你跟我混在一起有意思吗 我觉得还挺耽误你青春的 青春不就有点被耽误的吗 我就喜欢你耽误 使劲耽误 别客气 我不喜欢耽误你 好歹 我也是帮你想出了解决方案 你就这种态度啊 表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有负担啊 对我 你就把我当个普通朋友 你是担心 明天没有别的地方去吗 你跟你妈 就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和她缓和 比和万千人缓和都难 和她有什么好缓和的 再说了 我早就不想她嫁住了 你管得着吗你 其实吧 有的人 嘴上说得那么难听 未必心里那么响 他们可能不善于表达 或者心情不好 也可能 身体不好 别讲这么多理 我妈她不是这种人 她想说什么 想做什么 从来都不受身体 心情的控制 你废话的这么多 你怎么还不走 不是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走走 你走不走 马叔王嘛 不走 拉走 不走 我走 别走 我 我从而就是 我姐的附属品 我姐做错事了 我也背骂 我姐做对事了 我也背骂 我的习惯了 搬出来住挺好的 自从我开始住校了 我妈妈 我的频率都变少了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现在偶尔回家 我妈还会给我洗个水果 算是都是我自己签 只有过年那几天 对我避避倒倒 避避倒倒 烦死了 避避倒倒挺好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 对不对 假如啊 我跟我妈的交流状态 能跟像你妈那样 那么轻松就好了 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怎么还不走 我今晚就守在这儿 为了你的安全 你们俩以为你们俩是 冷酷的猪肉是吗 能在里面待一晚上 怎么不把自己切了 放锅里煮了呢 看晏 你这也太狠了吧 你自己在这儿住的时候 没想把自己下锅了 顾森熙 我给你钥匙 那是对你的信任 你现在把我对你的信任 和餐厅的规章制度 当成耳边风是不是 那你当老板 我当客人好了 你不想干了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爷 对不起 你这状况 我们下次绝对不会再翻了 扣你们半个月薪水 回去好好反思去 你扣我的可以被扣医窑的 快滚 你放心吧 今天晚上事件就肯定解决了 不会连累你的 什么连累啊 那你 你有什么办法呀 你去住那个旅馆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别说话了 你跟我说 你女孩怎么能住那种旅馆呢 能不能说话 我不说 要不你就住我们宿舍吧 小心我坐嘛 你不信心 我们坐着空里一张床 好好好 先走 戴帽子 好 都知道 关于这首诗词 它平平泽泽的规律 还有它的晕脚在什么地方呢 咱们下节课等去 下课 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两天给我玩什么声音 你这两天给我玩什么声音 让开 你 你让开你 你什么意思吧 什么什么意思呀 我不这么干 你能好好跟我讲话吗 我怎么没法跟你讲话了 我思前想后 考虑来考虑去 我也没有得罪你 咱俩哪里也没有出现问题 没有解决的吧 你至于敷衍我 到现在这个样子 这么明显啊 我这几天在忙 寝室的事情 没过得上 多忙啊 忙到你连信息也回复不了吧 你以前更忙的时候 我怎么也没有见你用 好 不用 谢谢这样的字眼 来敷衍我呀 咱俩的关系 真的生疏成现在 这个样子吗 那你什么意思 我所有的问题 我所有的生活 都要向你医护去 推出汇报吗 我有自己的生活 我也要见朋友 我还有工作呢 什么朋友啊 顾森熙啊 你能不能不这么幼稚呀 我们已经长大了 不是什么时候 都要粘在一起的 我就想粘在一起 怎么了 一遥 你在里面吗 看门 大家看我出门了 一遥 我那怎么回事呢 一遥 没被人变态骚扰吧 怎么了 请说我找好了 现在就可以搬进去 我不管我们的关系 倒什么样子 但是我不在意 我想告诉你 我们的关系 还会跟以前一样 行了 虽然搞到那个寝室 但是有点问题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 不管了 就是和老虎共臣 我也去 不愿意 不愿意 一遥 好 你不会真的搬到我们宿舍来住了吧 太好了 我帮你拿 反正杨丹已经出国了 那 那你睡这个床吧 爱的最初是因为爱 能陪陪爱继续走下去的 是习惯 不用纠结两者的区别 只要在意 就是有很深的感情 冤家路窄啊 但讨厌一个人 恰恰相反 如果说爱 还有可能是因为惯性 那么讨厌 绝对是因为真的讨厌 明明 饭吃过了吗 吃了 那水果要吃吗 我今天刚买的红心火龙果 妈 我不吃 你别管我了 牛奶也不要喝呀 我不喝 哎呦 这样不行的 您样怎么跟得上啊 多忙啊 忙到你连信息也回复不了吧 你以前更忙的时候 我怎么也没有见你用 嗯 好 不用 谢谢这样的字眼来敷衍我呀 咱俩的关系真的生不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那你什么意思 我所有的问题 我所有的生活 都要向你医护区就算汇报吗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也要见朋友 我还有工作呢 什么朋友啊 顾森西啊 你能不能不这么幼稚呀 你怎么也能不很笨啊 我据我了 你能不能不得了 你能不能这么幼稚呀 你能不能这么幼稚呀 你不想再来 你不想补静的 不想要你太能了 你怎么不想吧 挺好的 你不想要他 我回应该是你 我想要你 我回应该能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你 不該享受 瞎想 哎呀 怎麼說走就走了 我心裡一點準備都沒有 我簽個合同 你做什麼心理準備呀 都這麼晚了 就不能多住一個晚上呀 明天一早要見面 那你下個星期回來吧 恐怕不行 每年也就過年這幾天在家裡 還急急忙忙地要走 我不出去做生意賺錢 那你下個星期回來吧 靠你養家糊垮 知道了 你是家裡的工程 你最忙 走了 注意身體啊 我幫你把石壺放在你的 供溫包的夾層裡 你記得喝啊 知道了 煩死了 吵死了 我爸走了 被叫走了 好像地球離了它 就不轉似的 我煮了秋莉琵琶水 人造的 你爸呀不在家吃 你多吃點啊 來 來 來 謝謝你啊媽 媽 我這兩天還沒太休息好 怎麼了 精神不好啊 嗯 呦 那眼圈怎麼這麼黑啊 像個熊貓眼一樣的 嗯 就是最近晚上睡不好 就是因為 活動裡面搞得是吵 就影響了我白天上課了 感覺我白天上課 都是耳鳴的 我 我覺得我有點吃不消 哎呀 別說你人吃不消了 就是機器人也吃不消的呀 嗯 哦那這樣 明天我去給你買那個 隔音的耳塞 嗯 要是不行的話我就 呃我們再找 不用了媽 我在想 我搬到學校去住得了 搬去學校住 啊 你想呀 這學生會天天那麼多事情 結束那麼晚 我還要騎車再回來 我還不累死啊 你怎麼想一出是一出的呀 你幹嘛這麼驚 驚訝呀 明明呀 你從小到大都沒有住過學校 你搬去怎麼住啊 你飯怎麼吃啊 你衣服怎麼洗啊 你要是晚上起來了 你想喝口熱水 沒有熱水怎麼辦呢 媽 我現在是二十 不是十二好嗎 我什麼都懂 再說了現在學校什麼都有 你根本都不用操心 什麼不用操心啊 啊 那是因為你住在家裡 媽媽每樣東西都幫你收拾好了 你才不用操心的啊 我考考你 羊毛衣怎麼洗啊 洗一葉柔順劑你分得清楚嗎 還有一些常備的藥 怎麼用 你知不知道啊 你們這些小毛孩子 以為讀了大學就長大了 就不需要人照顧了 其實啊 差得遠著呢 總而言之 我堅決不同意 你別跟我說 這麼甜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別隨便 你會吃那些東西 你怎麼看 我今晚就要怎麼看 我會發現 你有時候 我會找一個人 知道嗎 你也是 这世界上 每个人 都是一座孤岛 我们极有别人 在岛上插下了棋子 来衡扰自己的价值 无论你多么成功 富有 抑或知名 都不可能避开那个问题 我在意的那些人 真的需要我吗 如果不呢 像是都很平常 就在灯火阑珊 天气持续无常 都是这么开端 一次次擦肩 说命运的安排 像遇成意外 忘带伞的遗憾 像爱情小说不能写幸福永远 要怎么狠假心来测怪 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 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像爱情小说走不住 不能写幸福永远 不能写幸福永远 要怎么狠下心来测怪 终于会明白 终于会明白爱情只在刹那 之后都不过是自己的想象 像爱情小说走不住 像爱情小说走不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